尾在中华 相依齐黄 寒陵福祉 千秋辉煌 先续中原 则流浦江 海派中医 广汇门墙 上海中医药大学创办于1956年 是新中国诞生后国家首批建立的四所中医药高等院校之一 已经走过一甲子的光辉岁月 正在建设成为世界一流 受人尊敬的大学 它是中医药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是高水平临床和科研的重要平台 并成为教育部与地方政府部室共建的中医药院校 和上海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 一提两意 布阵有方 学校构建一提两意的中医药人才培养战略 率先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优秀评估 率先实施以学分制为引导的 个性化人才培养方案 率先探索中国临床人才5加3培养模式改革 率先开展中医药人文通识教育试点 成为中医药教育改革的领头羊 清津赌学 教授有方 学校实施人才强效战略 构建学术荣誉体系与姓林中青年人才培养体系 名师辈出 名医汇翠 学校在全国首创明老中医工作室传承模式 并启动海上名医传承研修计划 科学研究硕果黄黄 学校瞄准中医药国际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 注重发展新兴交叉学科 探索协同创新模式 近年来 国家重大研究课题数量 国家自然基金项目数量 国家科技进步奖数量均居全国中医药院校前列 2017年 学校的中医学 中药学两个学科 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 在教育部公布的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中 中医学 中药学 中西医结合三个学科 均取得了A加的优异成绩 临床医学和药理学与读物学两个学科 在中医院校中率先进入ESI 比例三级 淬炼临床 学校拥有龙华医院 曙光医院 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八家附属医院 教学基地传问数近万张 临床资源雄厚 基础设施完善 中医特色诊疗水平和科研水平均居全国同行业医院前列 海内望重 域外生养 学校拙力打造成为中医药国际教育的重要基地 每年都要培养两千多名留学生 已经为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培养造就了万余名中医师 针灸师等中医药人才 学校在美国建立北美首家中医孔子学院 承担ISOPC249秘书处工作 实现中医药国际标准零的突破 围绕一带一路倡议 建立中节中医中心 马尔他中医中心等海外合作点 把中医药的博大精神 推广向世界则无庞贷 喜欢它 接受它 大一精神 它需要我们无数大人的努力 做一名拥有人心忍术的当代中医医生 迎接新时代 学校将继续秉承勤奋 仁爱 求识 创新的校训 为建设健康中国 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 而不懈奋劲